花莲吉安乡在凌晨5点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女性驾驶疑似高血压头晕目线 加上天雨视线不清 结果她开着小货车直接撞上了分隔岛 车头凹陷变形 妇人被救出之后送综艺不治 画面中小货车车头整个严重凹陷 车祸现场玻璃碎片更是遍布满地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由于强大的冲击力 驾驶座的衣标扮顶住了妇人的腹部 造成血流不止 车房人员得用破坏器材 再用钢索将车体向后拉 才得以将伤者救出 但是当场妇人就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当时天都还没亮 急着现场的混乱却已经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为什么会这么早出门看 阿嬷要早上去做生衣 做生衣是吗 他是在果菜市场吗 是是是 车子上还遗留一代药物 根据了解这名车祸的妇人 平时有在服用高血压的药物 是否因为药物的副作用 造成头晕目眩 加上雨天视线不佳才造成的车祸 警方还要再进一步的厘清 只是元宵节这一家人 却无法再团圆了